《車臣》 車臣素來以驍勇和殘暴 聞名於世 此次出征如何成為 俄烏戰場上的網紅部隊 從歷史上硬綱俄羅斯數百年 到1990年代兩次車臣戰爭 有著刻骨傷疤的車臣 如今為何願意為俄羅斯而戰 野心勃勃又難以馴服的 高加索雄英 日後會否成為俄羅斯的一大一塊 今日看世界 如果說俄羅斯人是戰鬥民族 那車臣人就是戰鬥民族 plus 在俄烏衡衝突當中 俄羅斯車臣領導人 小卡德羅夫頻頻被刷屏 他受關注程度可不亞於 俄烏兩國的領導人 當普京宣佈對烏克蘭 實施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二天 小卡德羅夫就在車臣首府 格羅斯尼舉行了萬人逝師大會 他宣佈車臣有7萬戰士 自願為俄羅斯而戰 對於人口僅有140萬的車臣來說 派出超過1萬名的武裝人員參戰 就已經是全力以赴金銳敬出 長期以來 車臣武裝力量 在很多人眼中難免與兇殘 甚至一度同恐怖分子 劃成了等號 然而這一次 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之後 這支軍隊實戰的表現 卻同以往大家的印象大相徑庭 在最為危險傷亡最大的 馬里乌波爾巷戰當中 車臣部隊是主力之一 卡德羅夫社交帳號 不斷還在播報車臣部隊 已經就成為了俄軍爭奪城市據點 解救被困民眾 以及打擊烏軍士氣的一支網紅部隊 車臣士兵本身也是用短視頻 拍得相當精彩 被網友稱之為車臣旅遊團 TikTok贏 當烏克蘭的軍方傳播一些假消息 向車臣軍人的親屬公佈死訊 卡德羅夫本人轉頭就給士兵 打了視頻電話說 聽說你死了 我打個電話問問 當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 馬斯克說要和普京單挑 卡德羅夫就送上了一句 歡迎你先來車臣受訓 對此英國《衛報》評論認為 利用車臣散播強悍和恐懼本身 就是對烏克蘭的重要武器 車臣出征寸草不生 提起車臣 人們頭腦中的印象 大多是面容凶悍 體格魁梧 江湖中不可名撞的職業打手 長期混激於各種武裝衝突當中 而這一次俄烏戰場上的車臣部隊 多少讓人改變了些 對他們的固有印象 俄羅斯宣佈對烏克蘭 特別軍事行動的第二天 2月25日 車臣總統小卡德羅夫 便在首府俄羅斯尼 舉行萬人世事大會 宣佈有7萬名車臣人 自願為俄羅斯而戰 從那以後 小卡德羅夫在社交媒體上 定期更新車臣在烏克蘭境內 參加軍事行動 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最新消息 成為前線知名的網紅博主 戰事爆發以來 美國曾向烏克蘭提供 數十億美元的武器援助 其中包括毒刺導彈和標槍導彈 正當軍員陸續運抵烏克蘭戰場之際 美國率先收到了 來自車臣士兵的用戶反饋 4月初 卡德羅夫在其個人社交媒體 Telegram上發布了一段視頻 展示了車臣士兵 繳獲美國提供給烏克蘭的 標槍導彈後愛不釋手的樣子 卡德羅夫還調侃稱 烏克蘭戰士士氣低落 一看到車臣人就立馬逃跑 很多時候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會給我們的戰士 留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 珍貴禮物 此後他還繼續補刀稱 在繳獲的大量戰利品中 車臣將士們尤其喜歡標槍導彈 因為它具有雙倍作戰效能 大幅加快了完成任務的速度 使這項工作變得更輕鬆了 甚至還要求美國 增加標槍導彈的供應量 好一招殺人誅心 此次隊伍特別軍事行動中 根據俄軍部署 車臣部隊被佈置在基輔北郊 和黑海沿岸的南方戰區 北方的車臣部隊 是為了殘酷的巷戰做準備的 南部的車臣部隊 直面的是烏克蘭新納粹狂熱者 組成的亞素營 目前 車臣部隊也正在配合俄軍 清除困守馬里烏波爾 亞素鋼鐵廠的烏軍及武裝人員 小卡德羅夫此前預測 馬里烏波爾將很快 完全處於俄羅斯的控制之下 我們現在位於馬里烏波爾 鋼廠的左岸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記者身後 這就是車臣特種旅 在這個地區作戰的增地 因為這是最主要的建築 它叫做執行鋼鐵 事務部隊 其实从车城部队的 從部署位置來看 我們就知道這是一萬兩千多人的部隊 還是被委以重任的 從徹臣部隊的組成來看 它是以步兵和特種兵為主 包括徹臣人尹元澳的 獵人特種兵部隊 因此其執行的任務 還是以特種作戰和城市作戰為主 並非大兵團會戰 因此其在3月中下旬之前 基輔及東部大規模作戰期間參與不多 但由於其在徹臣 格魯吉亞以及敘利亞等 長年征戰中激烈的西洋戰 和城市戰經驗 對於4月之後 在馬里乌波爾對付亞蘇營 還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從馬里乌波爾 亞蘇鋼廠的戰鬥來看 徹臣部隊是作戰英勇 戰鬥力強悍 甚至不惜為爭奪一個地下室 付出170人受傷的代價 那也正是因為如此 才讓俄軍基本取得了 馬里乌波爾攻堅戰的勝利 而在戰場之外 這支徹臣軍團的畫風 似乎也有些出人意料 據外媒消息稱 在車臣攻佔烏軍 在馬里乌波爾的倉庫控制權之後 當即打開倉庫 將裡面的物資 分發給了當地被困的 烏克蘭平民 現場一度陷入混亂 很多烏克蘭人 向車臣部隊表示感謝 因為他們已經一個月 沒有見過面包 在戰場物資短缺的情況下 一向被惡魔化的車臣士兵 用烏軍的物資妥妥地為自己 賺了一波人氣 除此之外 車臣部隊還細心呵護著 新控制的地區 分發物資 維持秩序 清剿隱藏的破壞分子 在馬里乌波爾的街道上 高大威猛的車臣士兵 背著 抬著受傷的記者 和被困在房屋中 多日水米未盡的長者 在不戰車的掩護下 快速穿越開闊地 大有一種人民軍隊的架勢 甚至還獲得了蒙齊齊 這樣一個民間尼稱 從某種程度而言 車臣部隊在烏克蘭 不僅執行著作戰任務 而且執行了一項比較明確的溝通 或者我們稱之為公關任務 特別是在世人概念中 車臣部隊都是蝶血狂徒 都是半獸兵 這種承建下車臣部隊 對善待民眾的舉動 這種反差就更能吸引媒體的關注 達到宣傳效果 同時啊 被外戈雕索地區的暴力 和不安全局勢 近年來有所下降 那車臣從俄羅斯聯邦 預算中獲得的巨額補貼 開始顯得不那麼合理了 那卡德羅夫向烏克蘭部署車臣部隊 也是一個展示他有用性的機會 那最後呢 其實小卡在一些場合 也是抱怨過俄軍主力部隊 作戰推進太慢 對平民太過照顧 導致戰局不理想 但實際上 小卡也沒有讓車臣部隊改變策略 因為無論和戰場上善待平民 在任何時候 都是一件很值得認可的事兒 尤其在美西方媒體集中報道 俄軍負面新聞時 車臣部隊表現出的善意 收穫要遠大於付出 《車臣》位於北高加索山區 總面積1.73萬平方公里 比北京大一點 人口140萬 地處歐亞交界線 是非常典型的戰略要地 在歷史上奧斯曼帝國 波斯帝國 那些曾經橫跨歐亞大陸 所有強大的帝國們 幾乎都曾征服過它 戰爭也成為了日常 因此車臣人早就形成了 小永善戰不畏生死的民族性格 18世紀 俄國擴張至此 車臣與沙俄 蘇聯 俄羅斯 長戰不休 二戰期間 車臣獨立分子 勾結德國納粹 組織遊擊隊搞內戰 謀求分裂蘇聯 斯大林將整個車臣民族 流放到了中亞地區 兩個極端強悍的民族 鐵血相對 使得俄羅斯和車臣的矛盾 也愈發尖銳 直到1957年 赫魯曉夫上台 車臣人才被允許回到家鄉 但是被趕出家鄉的這份仇恨 鳴刻了整個20世紀 長年戰亂培養了車臣人 不屈的反抗精神 進一步向全民皆兵發展 車臣現任的總統小卡德羅夫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成長起來的 作為一個世代生活在 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 車臣人的彪悍 是血液裡就流淌著的性格 再加上近百年來 通過與沙俄 蘇聯 俄羅斯 從未停止的矛盾衝突 默默打怪升級 培養了車臣人不屈的反抗精神 車臣人大多在少年時期 就會被培養練武 鍛鍊身體 車臣境內的拳館 健身場所 幾乎滿地都是 青年時期還會接觸槍枝訓練 進一步向全民皆兵模式發展 近20年來 伴隨著宗教極端化被逐步提出 上午的車臣部隊招募優質青壯年 以昂貴的專業營養師 和體能訓練師為顧問 改良士兵的飲食和訓練 以此強化士兵的身體素質 成功做到了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肉體 車臣士兵的身體素質 也因而優於俄軍的大部分部隊 甚至超越了多數精銳 說起車臣人的彪悍 從他們的總統身上就可見一斑 別看小卡德羅夫胡子一大把 但其實年齡並不大 出生於1976年的他 今年46歲 已經執掌車臣15年 他曾在兩次車臣戰爭中 失去了420位親人 父親被炸死 自己也先後5次遭遇暗殺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卡德羅夫 磨練出了過人的心性 擁有數千人的特種部隊 酷愛槍械 外界送給他一個綽號 高加索強人 除了雷力風行的執政作風 和強硬的態度 小卡德羅夫的奇特行為 同樣受人矚目 追隨著偶像普京的腳步 卡德羅夫也十分地喜歡運動 拳擊和足球都是他的愛好 在擔任車臣總統之前 卡德羅夫參加過 許許多多的拳擊比賽 和拳王泰森是好朋友 不僅自己喜歡拳擊 還有意培養兒子 大兒子亞當13歲時 已經登上拳擊賽場 作為兇悍的車臣人 卡德羅夫的寵物自然也不是 什麼貓貓狗狗 而是老虎之類的猛獸 可以說是與他的形象十分般配了 小卡德羅夫在古吉爾梅斯 有一所奢華宅地 名為拉姆讚體育俱樂部 這裡實際是他的家庭動物園 和軍事遊戲樂園 裡面養著老虎 鹿 鴕鳥 狼 熊 高加索山羊等稀有動物 小卡德羅夫會時不時地 帶他們出門溜溜彎 他第一個兒子出生時 朋友送給他一隻獅子作為禮物 不過也時常有跟他的硬漢人設 極不相襯的特殊情況出現 有一次 他在網絡上 發佈一個求助貼 原因是 我的貓丟了 並放了一張自己抱著愛貓 一臉寵溺的照片 希望大家幫他一起找貓 西班牙阿貝賽寶 因此將他評選為 世界上最奇特的領導人之一 車臣人的性格養成 和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以及歷史嚴格都有關係 這種不安全感 也使車臣男性崇尚無力 家家習武呼呼練拳 不是人人會放羊 但是人人會開槍 他養成了生死看淡 不服就感的性格 而卡特洛夫的性格養成 也是基於此 在強敵環寺暗流湧動的車臣 他信封馬跡亞維利主義 若兩者不可見得被恐懼 勝過被哀淡 而作為政治網紅 他性格鮮明 快意恩仇 殺法絕斷 鋼肉餅激 愛好廣泛 同時還識不識他炫炫腹 善善情 深安流量密碼 因此不當網紅都難 蘇聯解體之後 車臣的獨立分裂運動愈演愈烈 由車臣所引起的 戰爭恐怖襲擊困擾了俄羅斯 近20年 1991年 以杜達耶夫為首的車臣獨立派 正式召開了車臣全民族 獨立代表大會 實際也就標誌著車臣 脫離了俄羅斯的掌控 在幾次談判無果的情況之下 忍無可忍的葉利欽政府 在1994年和1999年 先後發動了兩次車臣戰爭 不僅俄軍損失慘重 也讓車臣人民遭受到了巨大的戰爭苦難 直到2000年 普京擔任俄羅斯總統之後 才徹底平息了車臣戰爭 普京還一手提拔了 現任車臣共和國領導人 小卡德羅夫 在普京以車制車 書寫和造寫同步的政策之下 車臣的社會和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有所提升 連帶著對俄羅斯人的恨意 也減輕了不少 小卡德羅夫更是成為了公認的 最親克林姆林宮的車臣領導人 他始終與俄羅斯中央政府 保持著高度一致 車臣首府格羅斯尼的一條大街 是以普京的名字命名的 而普京本人在車臣地區的 得票率高達96% 這可是俄羅斯支持率最高的 一個地方 我們再來聽一聽 小卡德羅夫的名言 我是普京的一個步兵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都聽從他的命令 並隨時準備為他而死 在1991年蘇聯解體的前夕 很多自治共和國看到形勢變化 紛紛要求獨立 車臣也不例外 蘇聯空軍少將出身的杜達耶夫 就是在這時候 趁亂拉起了自己的武裝 宣佈車臣共和國獨立 並出任首任總統 當時 俄羅斯經濟並臨崩潰 葉利欽政府 根本無暇顧及車臣問題 只能先是選擇了默認 並撤出所有行政機構 但放縱加劇了車臣人的貪婪 在西方國家的慫恿和支持下 車臣獨立運動漸漸發展到了 不可控制的地步 最終1994年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 不過俄軍並沒有重視對手 起先甚至自信地表示 只需要一個空降營 就可以拿下車臣首輔哥羅茲尼 然而現實給俄羅斯好好地上了一課 車臣人在這場戰爭中 將不怕死的精神 體現得淋漓盡致 除了青壯年外 老人 婦女 兒童 全部武裝起來參戰 藉助當地的地形 躲避在居民樓裡 與俄軍展開了游擊戰 巷戰 戰爭前前後後 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 俄軍除了在一次空襲中 炸死杜達葉夫外 其餘的戰略目標 一個也沒實現 還陣亡了3800多名官兵 直接導致2萬多平民喪命 最後 不得不和車臣簽署協議 承諾只要車臣不鬧事 就撤軍並予以戰爭補償 車臣也因此獲得了短暫的獨立 但這份協議對俄羅斯來說 是個奇齒大辱 1999年 為了全面奪回 對車臣地區的控制權 俄羅斯發動了第二次車臣戰爭 但與第一次不同的是 這次站在俄軍背後的 是一個鐵腕人物 此時的耶利欽做出了他一生中 最正確的一個決定 把年僅47歲的普京 直接提拔為俄羅斯總理 並獲得全權處理車臣問題的 特殊權利 普京總結了第一次戰鬥失敗的經驗 轉變打法 殺機用牛刀 調動16萬大軍 兵分三路進攻車臣 高光時刻 他還親自開著蘇-27戰鬥機 視察前線 這一幕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俄羅斯人向來尊重強人 車臣之戰讓普京一戰成名 也為他接下來 在總統大選中的獲勝 奠定了基礎 更為難得的是 這次戰爭中 普京還巧妙地利用了 車臣內部的派系爭鬥 接受了卡德羅夫家族的投誠 使實務者為俊傑的老卡德羅夫 也順勢成為了新一任車臣總統 宣佈永遠歸順俄羅斯聯邦 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 普京能夠取勝的主要原因 可以用20個字來總結 即穩扎穩打 實力碾壓 炮火猛烈 分而致之 以車制車 具體而言 就是吸取了第一次車臣戰爭的教訓 用優勢兵力奪取制空權 用猛烈的炮火進行遠程攻擊 分化瓦解車臣抵抗力量 特別是爭取了卡德羅夫家族的支持 而且利用富池勞卡和小卡 在車臣連續執政 實現了車臣的相對穩定和發展 然而好景不長 僅僅過了一年 成為反對派眼中盯的老卡德羅夫 就在為國戰爭勝利周年慶祝活動上 不幸被炸身亡 但卡德羅夫家族的威望尚在 普京決定繼續壓住 剛剛經歷喪腹之痛的小卡德羅夫 在普京那裡看到了希望 普京不僅給這位年輕人安慰 更是拍著胸脯保證了他的地位 於是年僅28歲的小卡德羅夫 在幾天後就被任命為 車臣第一副總理 31歲時正式出任車臣共和國總統 年少上位的小卡德羅夫 深知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全部來自於普京 因此面對普京 小卡毫不掩飾自己的崇拜之情 還一度表示 要做普京最忠誠的打手 自己上頭還不夠 他還要帶動整個車臣一起狂熱 2014年10月7號 小卡就來了場地表最強應援 率領十多萬人在首府格羅斯尼 舉辦大型愛國主義遊街活動 慶祝普京62歲生日 場面一度十分感人 如今第二次車臣戰爭已經過去22年 車臣成了全俄羅斯最崇拜普京的地方 在車臣街道的兩旁 懸掛至少有十萬幅普京的畫像 此外 普京任選總統得票率最高的地區 也一直都是車臣 普京能征服小卡 小卡成為普京的頭號迷地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那就是個人魅力加國家實力 加上充分授權和權力支持 被外國加索人崇尚個人英雄主義 而普京的硬漢作風天然就對他們有吸引力 同時在普京任內 俄羅斯國力增強 軍力提升 也讓小卡對普京智庫能力非常欽佩 再者 普京對小卡及其支持者也是恩惟病逝 一方面高壓鐵腕的反恐 另一方面則加大俄聯邦對車臣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對小卡在車臣的智力充分信任 這都讓小卡最終徹底對普京是心悅勝負 雖然俄羅斯本身經濟實力也比較有限 但車臣每年還是能從俄羅斯那裡獲得570億盧布 約合人民幣15億元的資助 其實第二次車臣戰爭一結束 俄羅斯就開始為在戰爭中遭受損失的 車臣家庭提供新的住宅 並出資修繕車臣受損的基礎設施 和民生設施 還大力支持車臣發展石油產業 從而解決了當地嚴重的失業問題 失業率從76%降到了9% 此外 在俄羅斯政府的支持下 車臣的旅遊業也獲得迅猛發展 從曾經因安全問題無人前往 到如今成為了熱門的旅遊目的地 日子雖然滋潤 但隱患仍然存在 分析認為小卡德羅夫的忠誠 目前僅對普京一人可見 俄有難 車避亂 後普京時代 小卡德羅夫未嘗不可能 在車臣地區刺激而動 車臣雖然已經安全平穩地 車臣發展了十多年時間 但的確仍是暗流湧動 其地理位置和宗教情況 註定是一個俄羅斯的最大的變量 車臣屬於高加索產油中心地帶 即使我們為俄羅斯的前沿屏障 又是連接俄羅斯和南高加索 三個共和國之間的 重要石油管道和鐵路樞紐中心 由外高加索生命線支撐 對於俄羅斯而言 車臣不僅是油氣資源的重要產出地 還是對外高加索地區周邊鄰國 實施戰略影響 以及抵禦北約東闊的橋頭堡 而且周邊的硬古石 達達斯坦等共和國也不安省 獨立情緒是一直沒有徹底平息 所以多方聯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其次呢 宗教因素也是變數之一 雖然車臣是北外高加索地區 最後一個興奉伊斯蘭教的國家 但90%以上的國民都興奉伊斯蘭教 加之毗林中東地區 容易滋生極端宗教主義思想 小卡甚至自己在車臣的順利執政 和普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因此在他本人任內 應該不會成為俄羅斯的暗路山 但是在他之後 車臣和聯邦政府的關係怎樣延續 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目前小卡在兩個方面 正在大力加強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第一就是教育體系中強化愛國主義教育 如今的車臣小學 愛俄羅斯都是入學第一堂課 第二呢 則是逐漸地去除宗教基督化影響 將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的照片 都放在清真寺中 意圖以對領袖的忠誠 來平衡宗教的影響 那這是一種站在和平基石上的互惠互利 得意的也絕不僅僅是 普京和小卡德羅夫兩個人 但是這些舉措到底效果如何 也只有等他卸任之後 或者找好接班人之後 答案才能夠揭曉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